在您一起关心天气的消息 今天各地还是多运道型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 在中午前后台东县还有花莲县是红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8度高温的几率 提醒住在这个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另外在台北市宜兰县则是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其他地区像是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 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 提醒住在这些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高温的状况 再来带您看到降雨的部分 午后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地区还有各个山区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而且因为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 在甲乙以南还有各个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要外出的朋友记得要攜带雨具备用 再来今天的气象小叮叮 今天要特别提醒您了 今天高温炎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 还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再来就是午后要注意雨室的状况 建议您出门的时候要攜带雨具备用了 另外桃园以北还有嘉义以南 在沿海地区适逢年度大潮 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 还有局部淹水的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小叮叮 我是林奕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